而想到建言拼经济总不能只是口号 学者就建议要多管齐下 政府除了要签署自贸协定 还要松绑法规 另外企业界也该提高薪资 这样才能留住人才 台湾经济发展似乎面临转型瓶颈 也找不到明确的方向 承认金建会主委 目前为中研院院士的胡盛政 点出法规与政策发展 跟不上产业发展的脚步 是一大问题 像是电子商务就是明显的例子 胡盛政认为 台湾是高度依赖出口贸易 签署FTA自由贸易协定 让台湾走出去 绝对是利大于弊的方向 不过政府不能只看产业受贿 因为签署FTA也必然会有受害产业 也要保护与支持才能雨露均沾 有些人是利很大 也有人会受伤害 政府除了FTA之外 他必须要照顾这一些 比较弱势的产业 或者中小企业 或者弱势的团体 这样才有办法 让我们的经济成长 才能全民共享 韩国的签署FTA 它在一些传统产业 就比我们有很大的竞争力 比如说在机械 在房子 在精密机械方面 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 主任孙明德 则提醒企业应该要提高薪资水准 才能留住人才 我能够做的事情是 让外面的外国优秀人才 可以建议 但是我们的人 被人家适应过去 这点就要靠企业界 靠其他方面的多方面的配合 因为我们台湾的薪资 为了我们的企业发展的空间 所以人才留不住 人才留不住 对于国发会要向行政院提报 创业拔萃行动计划草案 期望能提供更好的创业环境 中研院院士胡盛政认为 国发会提供的创投资金 只对少数大型企业比较有帮助 为数众多的小型新进创业者 应该只是看得到吃不到 国发基金总共分费方式 几十个人几百个人 相对的就是说缓慢 几多年轻人 他需要就是小额的投资 几十万或者一两百万的 这些投资 那么这个国发基金能够 发挥的功能还不是那么大 另外也有学者认为 国发会优化创业环境的构想 虽然是一番美意 但应该是提升整体企业发展来做 并非仅针对创业单一项目而已 政府本来在鼓励各行各业都应该会做的事情 而不是针对创业做的事情 让外国人才能够进来台湾 这本来就是该做的事情 不是为了创业 如何提升台湾产业竞争力 找到台湾经济的新动力 其实是老问题 就看政府能不能真的拿出好方法 U电TV中信罗正辉台北报道